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良和商鞅的这段对话 资质通鉴虽然讲得仔细 但比起史记的记载还是简略了不少 如果我们去看史记 错误感呢 还会更强 史记的版本里 赵良就像一台名人名言自动贩售机 而且啊 这些名人名言不是对偶句 就是排比句 一句比一句 铿锵有力 质地有声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就连商鞅说话也有这种调调 比如在请赵良放心说真话的时候 商鞅的援引名言 冒言华也 智言实也 苦言药也 甘言极也 意思是说啊 漂亮话 既肤浅又骇人 逆耳忠言才真正的对人有意 商鞅引完了名言 再把话题引到当下 请赵良认真批评 赵良和商鞅的对话 通篇都是这种风格 一点都不像正常说话 反而像是一篇精心撰写的文章 很有汉服风格 也许 这只是儒家知识分子为了宣扬儒家思想 批判法家作风而虚构出来的 儒家一直都在这样批判商鞅 实际集结还引用了流向心绪里的一段议论 同样是一大段对偶俱佳拍比句 说商鞅啊 内刻刀具之行 外肾抚跃之珠 不过六尺者有罚 弃会于盗者被刑 一日临位而论 求七百余人 喂水尽吃 嚎哭之声动于天地 续愿激愁 逼于秋山 这样一番形容下来 商鞅简直就是一个身躯高位的变态杀人狂 变态到什么程度呢 步子迈大一点要罚 把灰倒在路上要受肉刑 气灰后来成为商鞅身上的一个经典标签 形容它的治国方针有多苛刻 但商鞅如果有机会为自己辩解的话会怎么说呢 商鞅应该会说 我只是轻罪重罚而已 貌似很残暴 很不讲理 其实比儒家的人证可能还要温和呢 这个道理如何成立 我们先看看气灰到底是怎么回事 据韩肥子说 早在商朝就有这种法律了 谁把灰倒在路上就砍断谁的手 子公认为这个刑罚呀 过重 就去向孔子请教 孔子说 商朝人真是很懂得法治的道理呀 灰倒在路上的话 风一吹就容易飘起来 迷住过路人的眼睛 人被迷住眼睛就容易发怒 发怒就会引起争斗 这争斗一起呢 就会扩大规模 最后引发许多家族互相残杀 既然气灰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刑罚重力点也很合理嘛 而且严峻的刑罚是人们厌恶的 不往路上倒灰是很容易做到的 敦促人们做到容易做到的事情来避免严刑重罚 这是非常正确的 治国之道 这种法治精神可以概括成四个字 轻罪重罚 商阳说过 轻罪重罚的好处是 轻罪 没人敢罚 重罚呢 其实也就用不上了 这就叫以行屈刑 以行屈刑简单翻译一下 就是说提高刑罚的震慑力 让所有人都知道违法成本过于高昂 无法承受 从此呢 都安分守己过日子 绝对不敢触犯罚网 所以呢 貌似 罪与罚并不相称的严刑俊法 造成的社会效果 却是一片和谐 人人守法 那些酷刑啊 其实根本用不上 所谓商阳在渭水岸边 判决囚徒 一天之内杀掉了七百多人 染红了渭水 这一定是相关法律刚刚推行的时候 杀意仅百嘛 以后啊 也就太平如是了 这道理很像是当代世界的核威慑 正因为核武器的存在 各国之间呢 反而不敢轻易动武 即便动武 轻易也不敢把战争升级 但是 孔子真的会表彰轻罪重罚的做法吗 显然不可能 所以 孔子和子贡的那段问答 应该是韩非子编的段子 让儒家领袖也来赞同法家纲领 这种手段 当然不是只有法家会用 赵良 很可能就是儒家虚构出来 攻击法家的武器 让商阳这样一位法家名流 在赵良这样一位儒家无名之位面前 被批评的诚惶诚恐 更深一层的汉译是 赵良给商阳的建议 并不是仅仅针对商阳个人 而是儒家给法家指出的一条 弃暗托明之道 那么弃灰的事情 也是儒家的污蔑吗 这倒为必 因为李斯在写给秦二世的一封奏章里 也提到了这件事 把它作为秦朝最核心的司法精神 秦二世非常的满意在全国加强推行 清罪重罚 但结果并不是天下太平 反而受刑被杀的人多到不像话 为什么会这样事与愿违呢 实际有一句话透露出一点线索 杀人重者为忠臣 看来秦朝拿处决犯人的多寡 当成了官吏的考核指标 所以杀人越多 KPI就越漂亮 汽灰问题是法治史上的一个经典问题 它首先会提醒人们反思立法的初衷 立法到底应该以公平为目标 还是应该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标呢 人类天然都会追求公平 所以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 文明初期的法律总会遵循等价原则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即便后来不再真的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了 也会找到眼和牙的等价物来还眼 还牙 比如若干年的刑期或者若干额度的赔偿 而汽灰所表现的轻碎重罚原则 意味着立法初衷的另辟蹊径 等价原则被彻底抛弃了 法律不再关心为受害者讨换公道的问题 而仅仅关心杜绝违法现象 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 至于被法律处罚的人 是不是遭受了来自公权力的不公正的对待 根本无关紧要 反对轻罪重罚的人通常有两类主张 一是从伦理原则出发 认为罪与罚的不对等违背最基本的正义精神 二是从执行效果出发 认为轻罪重罚未必真能如愿以偿 甚至还会事与愿违 比如前几年社会上热议的对拐卖儿童的罪犯 该不该判死刑的问题 正方的意见是 只有死刑才能震慑这些坏蛋 而反方的意见是 如果采取死刑的话 人贩子在察觉到被捕危险的时候 就会杀掉手里的孩子灭口 而原本这些孩子是很有可能被解救出来的 当然正方还可以反驳说 如果采取死刑的话 这种震慑力会使坏人根本不敢拐卖儿童 反方也可以继续反驳说 照这样说的话 凡是设置了死刑的罪名 都不会有人犯罪了 但为什么每年还是有那么多的死刑犯呢 辩论可以无休无止 无论如何 从历史上看 轻罪重罚 就算不作为法治的常态 至少也会在某些特定时期 针对特定问题应运而生 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 就有人向宋神宗反映 说反对新法的人接连被贬 就算他们有罪 但罪过和惩罚严重不匹配 难道当权的人不知道这一点吗 并不是的 他们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震慑反对派而已 可谈 商鞅的司法精神竟然在我们宋朝死灰复燃了 汽灰问题是商鞅留给我们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遗产 追问下去的话 会有很深的探索空间 但我呢 就不再展开了 商鞅的内容到这里 宣告完结